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考虑是否重新组装F-35的电子站和通信系统, 以降低项目成本,比德汤普森上市美国空军, 德克萨斯州沃斯堡,随着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考虑为该机的电子站和通信系统展开新的竞争, F-35供应基地可能即将进行改组。 目标,降低关键技术的生命周期成本, 特别是在行动和维持期间,迫使国防公司相互对质。 布兰尼6月22日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的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总部接受采访时强调, 该公司上位就是否重新压缩BAR系统目前提供的电子站系统, 或者洛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制造的通信, 当航核识别系统,或者CMA系统。 不过,洛克希德公司正在探索他的选择, 已经向一些专门从事这种技术的国防承包商, 发出了信息请求。 布兰杨说,我们目前正在评估无课的回应, 并决定是否是进行竞争的好时机, 以及竞争会带来什么。 有时候你会看到那里有什么东西,而这还不够大的变化,值得去参加比赛, 这不足以改变成本和性能。 为了降低项目成本,洛克希德公司已经重新组装了几个系统, 包括飞机的技艺系统和全景驾驶舱显示器。 最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6月份证实, 雷神公司将生产一种新版本的分布式孔径系统, 而这将比计划成本节上30亿美元。 洛克希德公司计划在2018年底前决定是否重新组装电子战和CNA系统。 五角大楼的F-35联合项目办公室也将参与其中, 因为可能有一些前期工程和开发成本必须能入预算和飞机现代化战略, 布兰尼拒绝详细说明洛克希德公司在肥肥过程中征求了哪些公司的意见。 但表示,大多数公司倾向于做出回应, 因为F-35义务案例,包括美国客户的2456架F-35和国际市场的数百架F-35保证了稳定, 有利可图的工作,F-35由于其目前的电子战套电N-SK-239被认为具有强大的电子战能力, 尽管五角大楼很少透露该系统如何允许F-35发现和干扰敌方雷达的细节。 By Systems拒绝评论,如果比赛继续下去,如何改进N-SK-239。 到目前为止,整个新的电子战系统将是F-35重新组合中最雄心勃勃的。 TL集团的航空航天分析师Richard Oblifia表示, 这对该计划造成的风险并不一定是微不足道的,但如果能帮助洛克希给降低成本,那么它可能是值得的。 雷神公司制造的DF-35的六个电光红外摄像机的图像融合在一起,为飞行员的头盔提供完整的战场图像,可以提供一个如何快速开发和整合先进技术的模型。 如新的电子战系统。 布兰尼说,为了装备2023年计划将负责第15PF-35,Refian必须冲刺才能全速建造,每月150艘船,到2022年7月。 新Dev的重要设计审查定于2019年4月,从那里公司将迅速通过集成,地命测试和飞行资格认证。 布兰尼表示,它并不担心合并雷神系统,可能会给该计划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没有后备选项继续生产NoFlob的Gas,就是以F-35上的现有型号。 但测试计划包括大约一年的缓冲时间,一方系统需要额外的工作。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说明日子,将其需要领备。